我是聂云 我喜欢在设计中细细的品味 加的美好 让生活踏出的每一步 都充满着感知的探索与延伸 Hello 大家好 我是聂云 欢迎收看今天的 旧式爱住设计家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个房子 非常特别 很会运用饭店式的 精致设计结构 可是运用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材质 给加上一点温度的感觉 来 我们的志伟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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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你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开进之前 已经小聊了一下了 其实你的视频风格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鲜明 据说这个屋主 已经是第二次造的了 是 大概约在六七年前 Obviously 应该是因为 上一次做得太满意了 他们的家庭结构 大概是怎么样 其实成员就是 两夫妻加一对小狗 那这次设计 有没有他们自己 比较喜欢的风格 还是你已经心里有数 上一次的住家的风格 主要是以深色系为主 所以这一次他们新的住家 想要呈现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设计风格 主要以白色系来呈现 据我所知 好像一开始这个房子 旧的格局 它是没有玄关的 这个男屋主 对这个格局上的要求 是比较特殊 他希望客厅跟餐厅 是可以分开来的 是 另外一个需求是说 他需要很多 海量的鞋柜松拿 所以刚好 又符合这个需求 做一个足够收纳量的 衣帽间 刚好营造这个玄关 算是做二进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个 就已经超出一般人 自己在思考的范围 是比较专业一点的 像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 真的有一种好像到了上海 四季酒店 它的Suite 就是这样一进来 会有一个空间 让你稍微缓和一下心情的 我希望它一进来的感觉是 这个空间是有质感的 然后我希望这个空间 是很开阔的 比较压迫式的玄关 所以我们在材质上的运用 我们在侧边选了一块 像是茶镜的材质 我是希望它可以反射这个空间 地板上我们就选了一个 比较质感 纹理体现的大理石 所以你进来 其实你觉得这个玄关 其实不是很压迫 但是它是很有质感的 客厅到书房 你把它做了一个结合吗 算是你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巧思吗 我希望它可以进玄关之后 一转过来看到的正面 是一个大面的落地床 就包含你的书房这块 它采光 是很好的 这个气图才是有的 所以我是选择 让沙发跟书房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空间的体现就会更好 这一次的设计风格 主要以白色系来呈现 我发现蛮有趣的 就是白色里面 你用了不同元素的白 你知道 光是我们现在住在这里好了 这个椅子 严格上也可以讲 它是白色的 所以它也是 严格讲也是白色系的 可是它是同色系 但是非常明显 它有一个层次感的不同 所以等于是在 同一个色系里面 你把那个层次 把那个感觉要抓出来 我觉得是设计师的工作 因为就算它是同色系的 可是你在材质上的变化 怎么去整合它 让它有一致性 有风格性 我觉得这是设计师 本身的内涵跟工作 所以在实材上 我选择白色的像银弧 包含我们沙发背 这个材质 都是同一个材质 还有一些 像是我们镀胎的成板 这个书房的 后面背墙这个彩颜板 包含玄关侧边的这些 像耐力石 表面有些纹理 然后一些暗纹 乍看之下 它感觉好像是 比较普通的材质 可是你可以细细地去品味 那这个空间 就会很有精致度 我发现这个餐厅是我看过 最干净的一个餐厅 那个 说真的 我刚刚进来这里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 这个是不是一个样品屋 还是什么 但这些屋主已经搬进来了 有一些杂物 通常来讲 这些东西都是摆在餐厅里面 那这里都看不到 你把它放哪去了 我不喜欢一个空间里面有很多 这里有一个门 那里有一个客浴的门 然后那边有个走道的门 所以我们很擅长 就是把一些门片 都给它隐藏起来 所以你听到这个空间 就觉得它很干净 很俐落 包含收纳也是 所以就是收纳很多 可是你看起来 就是很干净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餐厅里面 它不只是墙面 其实是非常干净利落的 而且其实你墙面 用了不同的材质 营造出这个一些变化 可是后来我才了解到 原来后面里面 都还有秘密门的 隐藏式的门 原来收纳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我们看不见 所以一般在餐厅里面 我们会看到 常有的一些杂物 或常有的一些物品 其实都有充足的地方 把这些东西收起来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 会有让人造饭店的感觉 因为竟然一切就是干干净净 非常的利落 这个就是一种饭店的气势了 不过讲到了这么多 有一样东西我还没讲到 而这样东西非常非常特别 我一进到这房子 我就已经看到了 尤其是在天气今天 稍微比较冷一点 进来看到这房子里面 有一个fireplace 有一个壁炉 好温暖的感觉 这也是我本身想要给 这对屋主人 算是一个想法 他们并没有提到这个需求 可是就像刚刚念跟你讲的 他这个餐厅 它是属于一个过渡的空间 或是家人聚餐的一个空间 我希望它在这个空间里面 是有温度的 然后可以沉淀的 所以我在那边 加了一个壁炉 但在使用上 或是在这个空间 在那边待着的时候 它是很舒服的 是 有壁炉的火 是 夫妻娘可以坐在那 小酌一杯 哎呀 整个家的温度都出来了 是 从这里延伸出去 当然 每一个房子必须走到一个地方 要通过走廊 是 它的廊刀的设计 可是这个往往我也听说过 这个好像是 设计大师们 比较香脑筋的地方 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走廊 它算是一个过渡的空间 你如何把它的利用度去弱化 我觉得是一个 每个设计师需要做的功课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 把它融合在客厅 书房 跟餐厅的过道 所以你不会觉得它 好像很多余 廊道我发现 你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你在廊道的天花板 跟地板 都有做了不同的设计 就是你来讲一下 你的心思用在哪里 算是我觉得 这些设计就是 让这个空间更精致化 虽然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可是我想要在 某些的材质上去做一些区别 所以让你进来这个空间 觉得它这边就是客厅 它那边就是餐厅 那我在廊道上的天花板 我就做了一些木格杖 包含灯光 它会引导你的视觉 一路上的画 主要是那方面去 那你主要是这个门打开 天花板的材质 一直衍生进去 所以这个视觉上的引导 包含我们客厅 像我地板 会用一些人字拼 那天花板像书房的 查镜 就是去做一些区隔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空间 好像事实上它没有什么隔间 可是它其实有区域性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巧思 因为通常我们不会把眼睛 往天花板看 我们今天做节目 当然我要看得比较仔细一点 可是在你不去特别看它的状态下 绝对它不知不觉当中 它绝对是在你的视线里面会出现的 所以这个感觉 是会让人不知不觉 体会到空间的转换的 然后廊道走到底部 那边我看见还有一个小玄关 是 其实这个功能 我觉得像是某些豪宅 或是比较有气度的方式 就像玄关一样 我希望它是可以二进 就比如说像进主卧室之后 它是有一个小的转换空间 心情的转换 然后再转个弯 再进去你的主卧室 所以我觉得某些程度上 你有这个空间 去做这样的体现 它气势度跟精致度才会出来 其实进到了主卧里面 心形转换了一下 而我刚刚有看到主卧 真的让我想起这个上海的四季 因为上海世界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干净利落 时尚 可是不湿温度 不湿温暖 那当然到了房间里面 到了卧室里面 我想这个人的温度 人的温暖 这种感觉应该要更多一点 其实我想要让一些空间的材质 有延续性 可是在工法上 它确实没有办法达成 比如说主卧室 它有一个电视衣柜的门片 我希望它这个白色的石材的材质 可以延伸到我们主卧室里面去 可是以石材来说 它是太重了 它轨道它没有办法去承受 所以我们选了一个耐力石板 去仿人造的算是石纹的材质 但它薄度就可以很薄 就可以达到这个工法 学问就在这里 所以视觉上它可以相对应 可是因为工法上 其实是有学问的 所以你要克服一些困难 是设计师的一个工作 主卧里面我发现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超令人羡慕的 超大的更衣 还有置物的空间 其实它主卧的空间 以整体来说它是没有变大 但是我只是把我们的 算是以前的公共走廊的某一部分 我把它挪进去 当成是我们主卧室二镜的一个玄关 我想要塑造就是它进到 这个二镜玄关的时候 它往我们右手边看 是跟我们公共建像 它是一个大面积的采光 那我们右手边看 我想要让它有一种很惊艳的感觉 门滑开来就是 哇 这是一个很大的感觉 真的有哇的感觉 是 所以你又再一次的把廊道 一般设计师头痛的东西 你又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分的 把部分廊道变成主卧的空间 让主卧里面的玄关 让主卧里面的置物更衣的空间 反而是变大 是 这个房子用心去看 你才能够看到这个房子用心的地方 我现在发现了到了主卧里面 还有很多的材质 其实是跟其他房子的角落 有相对应之处 这也是我希望去做到的一个效果 就是你在这个房子看到的材质 它其实并没有很多 可是它会在每个空间都出现 所以你就觉得这个空间的整体性跟风格是有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玄关的蓝色的表布 它会出现在主卧室的床头 电视墙的食材 还出现沙拉贝 然后我们再出现在餐厅 所以它整个空间的材质是很一致性的 可是它并不会很多 所以你就觉得很舒服 它很有质感 这一次的屋主第二次找你 这一次也是一种肯定 是 表示上一次他满意 这一次他希望再一次的 你能够帮他create 创造这个magic 你觉得身为一个设计师 你的责任或者是你的坚持在哪里 其实就像我刚年跟我们在设计下聊天 我就觉得这一次其实是我一个设计师 本身应该要去负的一个责任 因为他屋主他可能就是装潢这一次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度对我来说 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我本身会去想说 怎么样让尽量这个屋主没有想到的细节 包含收纳 我们可以把它收得很干净很简洁 又包含隐藏门 看起来很容易 可是事实上它其实是 我们就想到很多的detail 像内外面的材质不一样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其实我是希望 整个材质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是有去考虑过 去整合过的 所以你进到这个空间 它才是会有整体的风格 氛围 所以我觉得这算是 我自己本身会很 去要求的一个部分 希望每一任屋主 他都会觉得还很满意 细节很多 是很饭店风 很新智的一个空间 而且今天看到志伟的设计 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感觉 就是其实房子里面 它的材质肯定不能全部用一样的 可是在不一样的材质 使用上面来讲 第一它要搭配 第二它要相对应 所以感觉上在不同的角落看到的 那边也有 在这里又反映出来了 客厅有的 饭厅 卧室 都还可以看到一点影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次 我看到一个房子 它的材质是押韵的 在不同的地方 还会重复的 让你有回味的感觉 是 这就是为什么 要好好地介绍 今天的这位设计大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